北京时间3月19日凌晨 30岁的齐天宇突然再次自爆婚内出轨 山东泰山集体沦陷了 在去年9月份 齐天宇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自爆婚内出轨 但随后他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帮他澄清是账号被盗了 时隔半年 齐天宇再次自己捶自己 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与神秘女子的聊天记录 连对方的照片和微信号都有 这次还是到好忙 有意思的是 齐天宇发布这一条动态时是来自于iPhone11 Pro Max 并不是他之前的Made X2 也不是他妻子用的iPhone14 Pro Max 无论是不是本人发的 但在短短半年时间内 两次在个人社交账号上自爆婚内出轨 齐天宇在想辩解什么 估计也很难令人信服 当然 对于山东泰山另一位出轨男吴兴涵来说 也算是有办了 此前 吴兴涵因为出轨 被挖出了年龄造假和赌球等黑料 他现在恐怕是寝食难安了 除了出轨 山东泰山在近一年一堆破事 去年 球员成员在酒吧殴打女怀被拘留 主帅豪伟被领队舒畅 怒斥以权谋私 包庇儿子 还带小姐回球队下榻酒店寻欢 今年 吴兴涵这事还没完 又传出精进到涉赌被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